星島總編輯 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會時事 國際大局 現場電話發表意見 650-808-8000 回到第二節的總編輯時間 我們剛剛講到北韓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和習近平總主席會面 其實今週有另一個大使想請教梁總 因為我自己看完之後有一點疑惑 有一點不解的 就是伊朗核協議的問題 特朗普總統已經宣布推出 單方面推出 那時是六國達成協議 有英法德 中俄 再加上美國和伊朗達成的協議 現在六國缺一個 剩下五個 但是我們先不算中俄 只剩下美國的盟友 英法德 都被禁止了 即美國好像拋棄了 現在單方面要繼續制裁伊朗 我就不理你們 因為他們三個國家 分別跟總統特朗普談過 都想留下 為什麼美國會有這個動作呢 這件事某程度上好像有點背棄盟友 伊朗這件事我們可以分開兩個層面來講 一個簡單一點的層面 現在我們上媒體經常都看到 的講法是怎樣呢 版本一 這個是短版 即簡單的版本 就說伊朗正在發展著核武器 好像北韓一樣 伊朗在發展著核武器 於是這些我們文明的 西方國家以美國為首的正義領導 就要壓制他 要迫使他放棄核武器 因為核武器是危險的武器 也都因為是一個這麼不穩定的政權 這麼極端編擊的政權 怕他會動用核武器 在中東製造一下禍害 所以美國是為了正義 限制核武器 所以不想他抗散 於是就採取制裁 帶頭 號召世界都要去制裁 制裁伊朗 而且是很嚴厲的經濟制裁 這個是為了正義的 為了要反對核武器的抗散 好了 這個制裁之後 開始要談 跟伊朗談 伊朗就 好 我接受 其實伊朗一直都說 我不是發展核武器 我是發展核能 核電而已 我研究 核是為了想做核電 這樣 美國當然說不是 你這麼多油 你為什麼要用核電 你的油都燒不完 還可以賣 為什麼你要用核電 不接受 之前就說制裁 到奧巴馬的時候 就在那裡談 就說 好這個制裁我們可以放寬 但是你要放棄你這個核武的計劃 原來我根本就沒有核武的計劃 但是我接受 你要我停止這個核能的研究 那我就停止這些敏感的核能研究 但是我不是取消我的計劃 我也不是放棄所有的設施 我不是完全消毀了 但是我就不再進一步去研究 你所擔心的會發展到核武器階段的核事 我不會做 而且我就開放給國際機構 進來能夠監察我 能夠隨時來檢查 而換取的就是美國同意放輕這個經濟制裁 但是這個也是有連限的 美國當時奧巴馬簽這個所謂和伊朗的核協定 你又說多國那個 他們有一個當時提醒 原來這個是有限期的 即是說伊朗只是同意 在這個年份以來 我不做這些研究 但是之後可能就要再談 有人就說 其實你即是讓伊朗現在放生了一條路 讓它經濟好些 主要禁的就是禁它賣油 禁它那些東西 那你給了它這幾年 能夠去賺更多的錢 賣更多的石油 那它將來更加有能力去發展它的核武 於是有一些反對聲音 就說美國或者說奧巴馬你真是傻了 你給伊朗在那裡爭取時間和空間 實際沒有影響到伊朗將會取得恨武器的事實 只不過將它的年份推遲一點 所以這個並不是一個好的協議 當時已經有這樣的批評 所以特朗普上台的時候 只不過他就認同這個看法 在他身邊現在的智囊 可能也是圍繞著一群這樣的人 有這樣的看法 所以就會覺得 我們應該要退出 重新談判 退出奧巴馬當時所談回來的這個協議 這個就是簡單版 現在我們經常會看到 或者在報道裡面 但如果我們將這個事件 我們再擴大來看 有時候我都說 要了解一個問題 比較能夠接近真相 我們沒有人敢說 我們是不是真的知道真相 有時候我們評論到這些國際事件 我們又不身處在那裡 但我們都盡可能的 就是拉大一點的場面來看 我只是說的是一個短板 說好像很多人都明白 但如果我再問多一些深的問題 為什麼要是伊朗呢 為什麼伊朗會變成一個焦點 為什麼美國要這麼關注呢 第二 核武器究竟有多可怕呢 這個國家去發展核武器 而我們要發動全球的去經濟制裁 制裁到它沒有口吃 不管它的民生是怎樣 為什麼是不是核武器 是真的零容忍的呢 如果核武器是零容忍的 為什麼美國又會支持印度發展核武呢 而且這個所謂支持 不是說我默認認同了你 而是提供技術援助 這個就是在奧巴馬克林頓的時期 都一直在做的事情 如果核武器這麼可怕 伊朗不行 朝鮮不行 為什麼印度也可以呢 印度美國還要幫他 為什麼呢 因為印度 你知道現在在搞印太 印太的策略 希望印度來幫忙 牽制著 看著中共 印度也可以 印度可以拿到美國的核技術 但是 伊朗不行 你說朝鮮不行 朝鮮現在自己做了 另外有一個國家 以色列 美國主流政客 最支持以色列 有宗教上 有其他 甚至有些是民族種族上的原因 以及以色列就在剛剛說要退出之前 就已經做了一份很大的文件 公佈了 其實伊朗繼續有做核武計劃等等 公佈了一份所謂的得法資料 說回核武器 是不是這麼可怕 有一個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就是在中東地區裡面 現在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國家 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發展核武器 已經被質疑了很久很久 說它的發展 但是美國一直 當事由無睹 聽而不聞 到現在 剛剛沒多久之前 我還看到有片段 有一個訪問是新的 問現在的以色列總理 內坦雅湖 就說 究竟以色列是否擁有核武器 他拒絕回答 當然 他又不否認 又不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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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說是 好像我們賭錢 賭啤牌 是大你 但是如果一個 以色列最大頭 就是說 這個國家有核武器 就是以色列的敵人 要剷除以色列 他們有核武器 一定會傷害到我 可以這麼關注 這個所謂的核武器 如果你真的沒有核武器 為什麼你不自稱一下 自己正自己清白 我都沒有 為什麼你們要有呢 是的 以色列擁有核武器 已經被很多很多的評論 或者資料顯示出來 他真的擁有核武器 而美國官員曾經也說過 美國也知道 所以這個核武 並不是現在所說的真正的核心 真正為什麼伊朗會被針對 甚至現在看的是下一個被開刀的國家呢 並不是因為他有沒有核武的問題 核武只不過是一個藉口 主要還是一個什麼問題 就是一個政治意識形態 以及你入不歸隊的問題 在中東的國家裏面 我們經常會見到講的就是 講人權 講宗教極端主義 講這些 其實在中東唯一的問題就是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經濟利益 一個就是以色列這個民族 存在所引起的一個宗教 以及政治意識形態的一個矛盾 是這兩個最大的問題 經濟說的就是石油的經濟 那些國家和美國有的 沙特阿拉伯 今天喉嚨有點乾 沙特阿拉伯這一類 或者一些更小的國家 他們一樣是極權的 一樣是皇帝的 一樣是沒有民主的 一樣是極度貧富懸殊的 但是這些國家美國是好朋友來的 所以所謂這些道德價值 這些是我來對付敵人的 對付總之是我的朋友 或者我的盟友 他是聽我說的 這些所謂的道德標準 完全都不值錢的了 這個拿的是經濟的利益 如果你影響到 尤其是在政治意識形態裡 他們跟美國是不一致的這些國家 甚至想挑戰美國的地位 包括美元的地位 那全部都予以打擊 這是第一個死罪 這些國家 中東這些國家 哪些要被打擊 哪些可以被拉攏 就是視乎美國的國家的經濟利益 第二個政治利益 就是因為支持以色列 所以凡是跟以色列過不去的 這些國家都必須要受制裁 要不就制裁你 要不你願意跟以色列和好 譬如有些國家投降了 以前的埃及 約旦這些 可以說已經跪了美國 願意忍氣吞聲 以前曾經反對過 現在都不反對了 因為需要美國 這些國家低頭了 那就沒事了 不低頭那些 那些個個都遭殃 一個一個數著 現在敘利亞無端端 生安百造 又說人家使用化武燃 去兇襲人家 為了不想敘利亞的政權 能夠繼續打勝仗 即是能夠將內戰結束 他不想要內戰要延續 所以炸一炸去 打擊一下敘利亞政府軍 現在好了 那邊敘利亞 炸完一輪之後 還沒翻炒 現在我們炒伊朗 所以伊朗會發生戰爭 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這個 核協議一退出之後 可能引致的就是戰爭 但戰爭對美國來說 美國絕對不怕戰爭 不怕戰爭 戰爭是去維護國家利益 一個很好 已經經常使用的工具